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观看拉达克地区印军演习和装备的时候 印军展示特种部队使用的单兵潜航器 其实就是印度特种部队挖人特种兵装备 印度海军突击队的各位成员都具有散将和作战潜水员的资格证书 可以在各种环境下执行战斗任务 印度特战潜航器能够携带两个装备集权的战斗潜水员 并可以载运60-80公斤的货物 至少航行5海里以上 该设备的巡航速度可达2节以上 并能在30米的深度下运行 但是印度可能没有想起来 现在距离大雪封山只有3个月了 班公湖市高原咸水湖 到了冬季零下20-30度以上 什么特种挖人部队长时间在水下潜行也会被冻死 更何况遇到大片结冰湖面 而且冰层非常厚 挖人怎么出去 分析印度这300多海军挖人特种部队过不了多久也要回去了 不过这也是印度的常规操作了 使用C17银河大型运输机空运了一大批坦克 大约150多辆T90、T72等坦克装甲车辆 结果到了才发现 T90坦克不适应高海拔地区使用 本来人家俄罗斯研发T90坦克的时候 也没有想着跑到4000米大雪山上 大纵深装甲突击 T90坦克是为了中东地区和俄罗斯大平原准备的武器 无论是动力系统、武器系统、还有观察系统 都不适合在高海拔地区使用 T72坦克更是如此 每天晚上都需要两次热车 最有意思的是 印度就连一个保温车库都没有准备 这些坦克装甲车 今年大雪封山以后 都要露天在山上待着了 更有意思的是 印度明明知道40吨以上坦克 很难在这种地形运动 根本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活动 还强行使用大型阅收机空运过来 把这些40吨以上坦克 空运到自己都无法自由活动的地方 摆在山间峡谷一点点大的空间当中 印度军队发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印度陆军在要求订购新步枪的时候 提出了一种混合式替换突击步枪的要求 只需更换枪管 就可以迅速地从5.64乘45毫米口径 转换为7.62乘39毫米口径 印度国防部向40多家厂商招标该枪 结果招标几年以后 意大利 捷克 以色列 美国的产品 都不符合印度不切实际的要求 印度不知道 首先他们需要的是一支符合基本需求的步枪 而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 印度北部有上千公里高海拔山区地形 特别是与巴基斯坦对峙的克什米尔地区 也是高海拔山区 但是印度军队从来也没有真正去搞过山地坦克 山地越野车辆 保暖帐篷 保温车库及库 高空 长航程 无人机等专门装备 每天搞一些华而不实的装备 还有各种奇思妙想 比如这一次的海军蛙人特种部队 跑到严寒的高原湖泊 一到十月以后 这里都是一米厚的大冰层